主席 是 主席长你好 我想我们今天看的是99年度的决算 那决算其实基本上是事后的审计的结果 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中间有很严重的时间上的落差 所以对我们在预算的这个编制跟执行上 其实基本上并没有办法产生很即时性的效用 那当然这是一个这个法治上我们所碰到的问题 不过我想今天既然我们谈决算 所以我几个问题请教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您是不是事前有看过审计部所弄出来的99年度的这一份决算的报告 审计部的审核报告出来我们有看 是 您都看过吗 有看 那站在这个主席处的这个角度 主席处有没有针对审计部所提出的这么多的审核的意见 去做了一些这个回复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改正的规划 有没有 有我们对于这个审计部所提的审核意见一向是非常重视 我们有区分像个案的个案重大的 那我们都会有函情有关机关切实检讨当办理的情形 我们也都会答复审计部那复制我们处里面 那那那这个这是通案的部分 那个案的部分也都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在97年97年这个9月间 我们有涵办一个加强财务扣管 所以这个做法其实是一个通案性 而且是每年经常性的做法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如果99年度的决算的这个报告 审核报告出来了 那如果我们那些所提出的一些那个审计部的意见 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我们采纳的 那我们是不是会把它放在102年度的预算编制的时候的参考 我们我们那个审核 事实上我们在筹编预算的时候 就是会参考那个审计部所提的意见 事实上是会参考的 是好 那这个整个的参佐的情形 可不可以麻烦您在会后 比较具体而且详细详细的提出一些补充的一些这个报告 让我知道好不好 好 谢谢 那另外一个问题请教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啊 在几年前我们曾经过检讨过一些政府机关的这个特种基金的这个状况嘛 绩效的状况 那那个是在几年前 你还记得吗 我们特种基金的检讨 特种基金检讨 当我们事实上每年每年在筹编预算的时候也都有要求各机关要要进一步检讨 我值得是比较大幅度的变化的包括基金的这个成效包括基金的数目 包括整病包括删减 我再确认一下好吗 不好意思 是好没关系 那我要请教你就是说我们每一年大概从这个审计部的这个报告里面呢 大概都可以看出啊 某些特种基金呢 他其实执行的成效不断的被审计部提出来有一些质疑 哦 那么呃 譬如说我们呃在99年的这一次呢也看到了国发基金呃 呃 审计部有一些意见 包括离岛建设基金审计部有一些意见 好 那站在我们主基础的立场当看到审计部有这样的报告的时候 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打算针对这样我们的所有的特种基金做一个全面性的彻底的这个呃 检讨 有有 这事实上立法院这边也有做决议希望希望我们做一个检讨 我们除了个案之外那个通通通通通训 啊我们这个检讨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做一个整体性的评估 哎 主机长主机长事长好不好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啊 因为我们现在有个财政的这个健全小组嘛 那虽然在财政部底下 但是既然他叫财政 当然我们希望收支两面 我们都有一些这个积极的作为 那可不可以趁这一次的财政小组 主机长你也在里头嘛 是不是 可不可以在这个小组里面的工作里面 我们把它放进去好不好 是我们跟委员补充报告一下 就是本来我们每年都有检讨 那因为立法院也有决议啊 希望我们做更彻底检讨 本来我们是打算因为主改 本来想说配合主改 因为有一些基金会会做移转嘛 所以借这个机会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检讨 我想请讲是不是我们可以放在财政小组里面 我们做一并检讨好不好 因为让刚好配合这个收支两面的检讨的这个进行 好不好 好谢谢主机长 那接下来请教我们金建会的胡副主委好不好 副主委 这个您这个金建会底下其实主管的 有两个基金嘛 一个是国发基金嘛 一个是这个里岛建设基金 那国发基金的部分在这个报告里面 有特别提出了一些质疑 包括转投资的成效 包括这个投资或者是融资的时候的一些 这个实际的执行的效果 那不晓得您站在金建会的这个立场 看到了这个情况之下 对于我们未来在预算编制 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基金的执行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醒 让我们可以有时改善 首先向政委员报告就是 国发基金99年的绩效 确实是绩效不佳 不管是这个预算的执行率 或者是获利的情况 包括投资融资的部分 那这个金建会是管理单位 当然要负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在这个国发基金的业务检讨里面 确实要求他们在选案子的地方 要做一个比较谨慎的选案子 同时跟国际也做一些合作 我这样问法好了 99年是这样 那如果照您刚刚的说法 我们100年跟101年 我们实际上改善了什么 应该在改善之中 因为我们现在做了几个生物科技方面的投资案 做了蛮成功的 所以您只能回答我说 应该在改善之中 那是不是我换你一个方式 如果国发基金 这么大的一个基金 这么富这么样的政策性任务的基金 的执行状况是这样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 甚至有提到说 我们因为我们资金太多了 油资太多了 所以有人建议说 我们要成立一个主权基金 由政府来掌控这样的主权基金 希望能够发挥更大的功效 那请教副主委 您赞不赞成 如果我们国发基金的执行是这样 主权基金 你觉得有把握吗 这个跟曾委员报告 您其实也非常清楚 如果要主权基金的话 那个层次要非常高 而且的额度要相当大 同时要做一些 比较大规模的一些投资 或者是一些并购 所以它的风险更高 对不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所应该承担的风险更高 所以我们应该审慎的去思考 这样一个基金 是不是应该成立了 一点都不错 那李岛的建设基金 是不是请教一下副主委 如果它的成效是这样 您觉得我们最近 如果有人在建议说 我们东部地区 有要成立一个建设基金 那您的主张是什么 你同意吗 但是这个是在法律里面 东部发展条例里面 确实是有要成立基金的条文 那如果我们地区新的基金的执行的成效是这样 那未来如果各个地区都用这样的理由 要成立一个基金 那您的看法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基金成立有必要吗 这个其实是并不是太妥当的 但是因为这有一些均衡发展的这种考量 所以在这种一个政策的考量之下 我想不管是行政院或者立法院 都有这样一个压力 我这样的请教 其实意思是这样 就说就因为这个地区性的基金 有成立的必要 大家有这样的期待 所以如果这个基金 你没有让它发挥成效 那就会影响到其他基金本身 大家对它的期待 所以这个其实是会有连带性的影响 所以是不是麻烦这个 在金监会的立场上 这个部分其实要特别再加强改善 好不好 对 谢谢 然后接下来 很快的再请教一下这个公平会好不好 是 是 曾伟好 副主委你好 那个 刚刚这个前面很多委员都请教过 这个油价 或者是电价 计价上涨的问题 我要请教你一个 就是站在公平会的立场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市场结构的不合理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 我首先第一个先请教你 就是说 站在公平会的立场 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独立的机关 是 目前 公平会的组织 法律上也是这样 是不是 那我再请教你就是 那站在公平会的立场 针对国营事业跟针对民营事业 有没有立场上的不同 我们 只要是事业 只要在公平交易法上界定的事业 我们都是一样的看待 应该也是要一样的看待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就请教 我们的油品市场 我们的油品市场 现在是两家 那中油当然是其中一家 那我请教你 在竞争上 这有哪 我请教你 那我请教你 我请教你 地区 这就是 这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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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